P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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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皮 新无印已经更新了 这期内容现在是不讲 因为我在下集预告里 看见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无印的冠军杜 要和新无印的冠军单帝 决斗了 这个预告一出 第一把就引起了粉丝的大量讨论 到底最后谁会赢呢 根据仅存的画面 可以看到 杜使用的是红色暴龙 而单帝使用的 则是超级句话喷火龙 从排队上来看 杜明显而入一些 毕竟快龙才是他的王牌 而且对方还是超级句话状态 因此现在认为 单帝要赢的人数 要明显多于杜 那结果到底会是怎样 现在谁也不知道 但我个人猜测 这场决斗 绝大可能是一场平手 虽然杜画组 一向有味了突出新主角 来打药旧主角的做法 这点可以参考 历代女主之间的决斗 但杜可是初代的冠军 在许多把我们的心中 都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为了突出单帝 而让杜强行说话 肯定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毕竟单帝还刚刚登场 观众员自然不比度高 而且参考 BW青少年表演赛上 实际上冠军竹男 和一球四天王 加德里亚的对战 我们就可以做个 这样合理的推测 在规定的时间内 双方无法分出胜负 因此打成平手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最高的了 当然肯定不是绝对 如果下周 真是出现单帝 或者度营的话 那我就只能啪啪打脸了 各位有什么预测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一个个看到 好我是阿P 咱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